郭君德纲先生 手跟嘴的信仰不一样 尊重啊 对老人师的尊重这是 应该 这次来到咱们深圳演出 也是非常的开心 是吧 能够参加这个 于云鹏跟孙岳老师 二位的这个 个人向上专场演出 多好啊 我发现真的 咱们深圳的观众朋友 太捧这个德云社了 哦哦哦 捧我们台上的这几个演员 嗯 我也希望有机会 能在深圳这个地方 开一个个人的向上专场 到时候也是一个愿望 希望大家伙呢 到时候有机会 可以来捧场 哦 啊真的 我喜欢这个深圳 这个地方气候 是吧 我刚从哈尔滨那边过来了 好家伙 不是这个反差呀 确实有点大 嗯 那边都二十七八度 零下 零下 二十多度 哎 你到咱们这地方 零上 啊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反差 对 这边穿半袖 嗯 那边好家穿着 大羽绒服 这都冷啊都 一个是把内衣穿里头 一个是把内衣穿外头 嗯 你看来到咱们这个深圳地方 你走大街上这个空气也各方面 很湿润 哎 它舒服 也非常的舒服 我们昨天 昨天来的这个深圳 啊 我说逛一逛 我说逛一逛转一转嘛 哎呦 哎呀 你看这一个绿植 嗯 树木 哎呀 非常的好 主要是那摩托 走的 是吧 下力 我 我刚才说朋友们 现在很多的人都认识我说摩托呀 下力呀 放炮啊 嗯 这些个东西 我跟你说这都是野屎 野屎 哎 这不是真的 这都是假的 其实都是 骑摩托撞下力 这野屎 放炮崩天上 野屎 啊 玩滑板给胳膊摔断了 野屎 喝多了出去打架 碰见六个拳击手 一拳上KO了 野屎 那你什么是正传呢 还是我是不往心里去 啊 大夫往心里去 其实我喜欢户外 嗯 上外边转一转 走一走 嗯 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嘛 可以看一看 那像上的很多的素材 还有题材 就是来于生活 对 就是咱们普普通通 小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个事情 哎 拿到舞台上来呢 跟大家伙一起分享 嗯嗯 你要来到咱们这个深圳的大城市 嗯嗯 走在马路上 俊男靓女也比较多 嗯 各个个的都是精英啊 我实话实说 我跟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 我啥也不懂 哎呦 我这个人就是成成熟的比较晚一点 是吧 那可不嘛 那个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多看一眼女孩我脸都红的 哎呦 就说不出话了 那看男人的时候呢 看 哥们之间都无所谓 我记得我印象我特深 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跟同学们在一块 跟同学们在一块聊天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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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稍微等一下 就是咱们就是说 就是稍微等一下 咱们就是说那个 咱们什么时候上过大学 妈呀差点滑过去啊 你什么时候上过大学 跟同学们在一块主要就是聊什么呢 跟同学们聊文学性方面的一些个事情 跟同学们在一起可不吗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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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呢 就是我想问就是 咱们什么时候上过大学 跟同学们在一块 主要就是聊什么呀 把嘴撒开 这聊天 问你的大伙子都看着呢 问你什么时候上过大学 那些年 那些年你进住院了你 你有时间上大学吗 你的医保卡都刷爆了 你不知道哈 是 我承认我那个时候就偶尔的时候我也住过院 你偶尔是出院 那不是一回事 我在病床上我也没有放弃我自己 对大夫也没放弃啊 我在病床上我也是在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充实自己我学习啊 我看书读书我一页一页的我翻呢 咱看的是书我看的是病历的 充实自己看书啊 充实充实 最近喝假酒了 别喝假酒了 我当时是790分 我考了北大之后 哎呀 790分我考了北大之后 那个卷子够790分吗 你就考790分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考冒了 我 考冒 哎 朋友们 作为北大的一个考冒生 哎呦 我都要出汗了都 我并不骄傲 为什么 因为我努力了 是是是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天天的 我玩命的我做题啊 哎呦 天天每天的睡眠时间 也就三四个小时 三哥咱们要不然看看中医怎么样 我觉得西医现在治不了病 现在是 这情况 你猜病 大夫怎么说呀 现在 天天晚上我做题 每天我就睡三四个钟头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跟你说 我并不纠结 为什么 因为由你付出 你就有回报 对不对 那段时间 虽然说难一点 但是我认为不是最难的时候 在我最纠结的时候 是我读研的那段过程当中 哎呀 我确实很有压力 朋友们退票了 真的退票了 对吧 朋友们上厕所吧 好不好 我们再有十分钟就下去了 去上厕所 好不好 真的 你黑 你读研 你要说你撒研的时候 考串撒研 我们都能理解 还独眼 行行 对对 不信 不信 拉倒 不信 是不是 那我也不吹牛了 是不是 我也不欺骗我们的家人了 是不是 上练习吧 我初中毕业 我初中毕业 可以吧 你好好说 初中 好好说 我 小小六年级 好好说 我太久 行不行 这人呢 你虽然说投资社里边确实是这个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你要说别人起不瞧我 我心里边我还有点 还有点别扭 是不是 你说但你这儿你都起不瞧我 那叫瞧不起 还起不瞧 你真的 咱俩是啥关系啊 你得捧着来 对对对 得捧着 你看人家月文彭跟孙月 嗯嗯 虽然说这俩人也是初中没毕业 但是人家台上人家好啊 咱也不错呀 那搭档跟搭档之间应该是好的呀 对 尤其咱们哥俩跟别的那个搭档他不一样 我们是情侣 可不能这么瞎说 嗯 别的搭档呢都是半路出家才认识的 嗯嗯 咱们俩人是发小 哎对 从小一块长起来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应该你对我应该更了解 我熟悉您 当然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得捧着来 我肯定捧着您啊 对不对 尤其咱们哥俩这个关系 嗯嗯 从小时候 就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朋友们 对 我不知道咱深圳听没听过这句话 叫啊 说两个人哥俩好 好到什么程度 嗯嗯 就光着屁股一块玩到大 哎这是句俗语 小的时候呢也是无忧无虑 是 小时候光着屁股 我们俩人在马路上就疯跑 嗯嗯 就无忧无虑 嗯嗯 光着屁股在马路上 对 我记得那年我是三岁 哎哎哎 她是二十一 没错 就是 在马路上疯跑啊 没有吧 我追不上的 不是 那个街坊大娘看见之后都惊讶了都 哎没有哎呀 哎呀 哎呦 大家好好说啊您三岁我一岁我一岁我一二一我还关上屁股跑不像话啊就是关系好啊确实一直在一块 关系好嗯从幼儿园开始对到小学是到初中对到初中对啊初中对啊 莫忘初中吗对吧这初中是德云社的坎儿好不是啊就是初中之后咱们两个人就不在一起您就考上北大了 哈哈哈 七百九十分啊我这都不可信好好说那是开个玩笑嗯我也就初中之后为什么就不上学了哎哎哎 初中之后呢我呢就去炸酱面馆呢去进修 啥的面馆还进修 人家呢继续在读书我我我我一直上学呢你说德云社里边大学生真的不多对对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我们德云社的演员比我们内部演员还了解呢是德云社大学生就那么几妹 凤毛里有哎不太多就那个几位人家是其中的一位我上过真的 中国政法大学毕业 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学的是维修BB机 我我学的什么维修BB机 哎哟学了七年呐 BB机都毕业了 他还没有毕业 哎呦我我哎呦 辅修是万能冲 万能冲 嗯你问问大伙知道什么是万能冲吗 哎呦你们岁数好大呀 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 这都 读研呢学的是维修MP3 我就是时代的逆行者 我真的我这在华强北这都是高端人才我都是 我MP3 我MP3万能冲 妈呀我我没修一步不高点读机吗我 就是你的专业没有您别胡说八道上学吗你的专业 没大伙都看着呢我得好好介绍我有我的专业有专业吗我学的是人体群体无副组织切除数 这是我的专专业 还有 还有 你教教他们 你就说美容美发就得了 还还弄个什么群体无副组织还切除数 我们导员让我就这么说 我问问你中国政法大学有美容美发这个专业吗 华强没有这专业 说他干嘛呀 不是我我就是政法大学隔壁隔壁 你来我也不给你吹牛了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大学 哎呦 就是那个 纯纯野鸡大学 野鸡大学 八本 八本 连砖都够不上 反正学校里边很热闹 而校长早晨起来 带着一帮的同学 干什么 在操场立志 立志 就很热闹啊 没见过 校长带着一帮同学的操场立志 干什么样 我们的服务终止是 顾客第一 网易之上 我们有没有信心 向前看向后转 我们能不能为自己加个勇 加油加油我最强 加油加油我最棒 加油加油我最强 加油加油我最棒 为美好的明天高声呐喊 也为自己点个赞 收 第二节课呢是喊口号 因为得练习普通话嘛喊口号 新年好欢光临 剃头简发八五折 男人是贵 并以为谢光临 同学之间还互相呢 还打气呢还 你是真的真的很不错 你是真的真的很不错 你知道吗 然后早晨起来有老头也是 拿俩球 也带着他们喊口号 青春起床 拥抱太阳 嘴角向下 会迷失方向 嘴角向上 满满的正能量 三哥我这么说啊 就是你这一大套没有七年的传销功底是来不了的 你见过一个捧人的台上三分半张不开嘴吗 你跟谁学的这一大套的你 我是在帮助你啊 帮助你回忆一下你的童年 这都是你的童年 你童年都是 你童年 我没有这样的啊 我们的童年展都是来你那里 小二上场 熟悉的DNA 其实来说真的 我认为就是越大了之后真的烦心的事就越多 是吗 小的时候真的是最开心的 小的时候看见什么都开心 看见什么都高兴 不要为了 你大了之后看见什么都一毛 一毛 哎呀我跟你说 真的是这样 下了班回家之后你躺在床上 你要是没点压力 没点烦心的事情 你都枉为一个成年人 好家伙 这生活是多大的压力 就躺在那床上我跟你说朋友们 你都睡不着觉 就正常睡觉为什么睡不着呢 正常睡觉你都睡不着 为什么 你为什么 我不是大家活有没有这个同感 啊手机 现在都玩这个 只要你躺在床上你要想睡觉 你把手机只要拿出来 你肯定你睡不着 不至于啊 因为手机里边有好多的那个就是阿啪啪 你你 你打开之后 我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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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就是手机阿啪啪 就那个 那叫APP 还阿啪啪 可也有叫APP的 都叫APP 阿啪啪 我也说就这东西它有毒你知道吗 你打开手机之后你就去刷去吧 你看吧 什么那个探探默默 笔林 听聊 积木 巧一夜都市我们在一起摇一摇 就是你刷去嘛你都睡不着觉啊 是你都玩这个肯定是睡不着啊 你都多的岁数了也不注意身体 我就说这个上面那些个短视频 啊有 你别点赞 你要有点赞的话他有那个大数据 对 他玩命的给你推 现在都有这个 哎呦我都是你爱看的 你刷去吧 你看吧 全都是腿 全都是鬼 就是 说清楚到底是腿还是鬼 鬼 全都是全都是鬼 不可能 你那个鬼肯定都是 八五归七 肯定都是 擦玻璃 说着我都我都听不懂 你昨天点赞了我都看见了我都 没有我不爱看的 我都爱看那个熊猫吃竹子 狗熊啃辣椒 我们都是爱看这个 啊 只要有说嘛大了之后确实严大小的时候其实是最开心的小的时候 小现在的小孩跟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不一样 现在的小孩你给他一个手机 一部手机一个ipad的 他就坐那儿你不用管他 玩一天 就是三四个小时他都不带动锅的 小时候都玩什么呢 年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玩都是户外活动 出去 哎呀没有这么多高科技 都是户外 一帮的同学 小伙伴吗 就在一块做游戏 大家伙可以回忆一下 小时候做游戏 一帮人在一块玩个什么丢手绢啊 跳皮筋啊 过家家啊 咱们就不跟男生一块玩吗 怎么全是姑娘的游戏呀 姑娘 男孩也可以玩啊 男生没有跳皮筋的 怎么没有啊 男生怎么跳啊 男孩给女孩撑筋啊 对不对 哎呀把那皮筋这边绑在大树上 这边绑自个腿上 好从小就当舔狗 从小舔狗同学们一块玩 撑筋嘛 跳皮筋 还有那个顺口溜呢 口角 哎跳皮筋那个顺口溜 啊小皮球 小皮球 香蕉梨 马郎开花 二十一 二八二五六 二八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嗯 跳皮筋 没有人家女孩跳的那么好看 不不不不 你比女孩强多了 真的 就你这玩课程光盘都能当教程 嗯 人家小女孩跳的真的是漂亮 嗯嗯 老玩跳皮筋 好玩 嗯 还有什么呀 什么 打沙包 这个可以男生女生一起玩 打沙 在座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大部分都玩过 砍包吗 这个沙包啊不用买 对 自己家里就能做 缝一个 拿六块布 缝缝缝缝差不多了呢 里边就是放点那个鹅卵石 掏出来 掏出来 你再给人砸死你 别砸死 你放点玉米籽就行 还鹅卵石 有那个心眼好的 放点玉米籽 好心眼好放点玉米籽 之后就放在里边吗 有的那个男孩啊 真的是实在朋友们 怎么呢 就放在这个玉米籽啊 你都按不动 跟手雷似的 我的妈呀 就这沙包 扔出去之后都带风啊 朋友们 就砸在身上之后腾着呢 肯定呢 砸在这女孩身上 我们小时候那女孩真的是 坚强 啊怎么呢 真的是坚强啊 也不哭也不闹 你要是现在这孩子你砸人身上 躺在那人家不干了 哇哇大哭了就 是啊 哎呦 我们小时候那女孩真坚强啊 沙包飞过来这种 砸在这个腰眼上了 哎呦 这感觉还挺好 哎呦真心疼 这个小可爱呀 干嘛呀这是呀 给一个掐肉挺够 远程掐一下 也不哭也不闹 你要这样的男孩没人跟他玩 下手就是太狠了 还有那个踢箭子 这就到了您熟悉的领域了 说领域 踢箭子朋友们这算是奢侈品了 就这箭子吗 对呀 这算奢侈品 因为什么这个自己呢你做不了 对得上外边买去 花两块钱 那个时候两个记得很清楚 两块钱 但现在来说两块钱不叫什么 我们小的时候 谁这个兜里边能有两块钱 巨款 那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能有的 那得管父母就得要去 求一求 那可不吗回到家之后 妈妈妈妈别的同学都有见的 就我没有 我也想买一个 妈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吧 妈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吧 妈妈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吧 我就要一个 你的妈妈们都给你买了一个 爸爸也给你买一个 爸爸和妈妈们一起给你买一个 我也说买回来之后你这是开心多少天吗 就这一个键子能够高兴十好几天 是的高兴 拿这个键子 跟同学们的都得显摆 一帮同学们 小红小蓝小绿小粉 这是一个彩虹幼儿园 彩虹啊 这都什么名字 同学的名字吗 小蓝小绿小红 小红小蓝小绿小粉 看见没有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键子 花两块钱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键子 就我有 你没有 就是我不跟你们玩 我气死你 还有这个现眼包啊 两块钱买的世界上最好的键子这是 知道吗 我键子呢 我键子谁拿走了 好给丢了是吗 哎 开心就是那么简单 三哥咱们能不能聊一聊男生的游戏呢 就是我觉得聊聊男生的游戏 朋友们男生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在座你看很多的男生 你们回忆一下小的时候男生的游戏 也就是撒尿活泥 放屁崩坑 这也太脏了什么游戏呀 我跟你说 也就这个 还有什么呀 意念变身 意念变身 我不是诸位男孩啊 在座的男同志小时候玩没玩过这个 就爱小时候爱看动画片 对对对 有点走火入魔那感觉 于是呢 意念变身嘛 回家的路上 就突然你不是他脑挂在想起什么来了 比如就就这样 拯救世界 回家 回家的路上 走着走着突然直接想起东西来了 嗯哭哭咖啼 我家伙 就是拯救世界去了 真丢人 还有什么两个男孩走在马路上 还有那个合体 两人一起 两个小孩走在马路上碰见了 兄弟 哥哥 人间大口 太羞耻了真的 朋友们这就是男孩的游戏 哎呀呀 这就是男孩游戏 其实不光生活当中 一帮同学在一起聊天也好 做游戏也好好玩 上学的时候在课堂里边也是非常热闹的 什么样呢 咱们上学在课堂里边 你坐在什么位置 就代表你是什么性格的学生 还能这么区分呢 不明白 解释一下 比如说现在这个咱们的剧场 这么大个 现在这不是剧场了 现在呢 课堂 这大课这是 大课堂啊 比如说坐在中间 坐在中间这这一大块的 这些个1280的朋友们 1680这么贵啊 就是坐在中间这一大块的 那都是有钱人 家庭条件特别好 我羡慕他们 都是我的爸爸妈妈 医师父母 那都是学霸 学霸 坐在中间这一大块这都是学霸 上课的时候爱问问题 爱提问题 爱回答问题 一上课 老师老师啊 老师是我老师啊 老师有个问题老师啊 老师你看看我老师 是我老师 老师 这个同学白天刚买完剑子 对吗 这不是一个人吗 就是爱问问题 爱回答问题 爱提问问题 学霸嘛 在老师右手边的 在右手边的 这都是什么呀 什么 就是 都是特困生 家庭条件不好 不是 什么 特困 睡不醒 对因为老师右手边他靠窗 那个阳光洒进来之后那个舒服呀 第一节课先睡个回笼觉 好第一节课就睡觉 二三节课呢 补补觉 第四节课 睡一半 干嘛睡一半呢 那一半 那一半想想中午吃点啥 这一上午完全不耽误啊 在老师左手边的 这边 左手边的 都是身体不是特好的同学 身体不好 对 因为他 他靠墙 靠墙 就一上课老是爱靠着墙 哎哟哟哟 你知道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研究这个人体学的 什么意思 感情这个人呐 这个腰只要一好啊 他这个嘴呀他就不闲动 哦是吗 就爱接个下茬 这半边啊 尤其是靠墙的 同学 老师上课的时候不都讲课吗 对 同学们 今天咱们讲一讲鲁迅先生 鲁迅 鲁迅先生他不姓鲁 对 对 他不姓鲁 姓周 对 周迅 这是一个人吗这 就爱接下茬老师也生气 愣接了 出去 轰出去了 可不不 在最后边那几排的 这些个买便宜票的朋友们 那一般了 就是课堂后边的几排的朋友们 就不能用课堂来形容了 那怎么形容 用一个地方 哪 叫盛世天桥 好都给归在天桥上了 就是后边的几排的 这个同学呀 什么耍谈变练 说学 逗唱 就是无所不能 最后几排 啥都会呀 就上课的时候 交头截耳的 说话的 看课外书的 有 在桌子上刻字的 刻一个枣 写桌子腿的 写桌子腿 就是我不夸张 就在后面发现一只活羊 那都不新鲜 咱也不知道哪孩子上学带羊去 咱们上课的时候 咱们上课的时候 第一节课 是什么课 朋友们这是一个互动 这么尴尬吗 好家伙 这互动真的下回这种互动 问我 问我 我是捧人的 就是当大伙不理你的时候 我理你 问我 第一节课一般都是什么课 我没上过学 这人多讨厌 对你自个说就行了 朋友们有好多人喊语文的数学 哎这个英语 不是 体体育 第一节课就是体育吗 我的妈呀啥学校啊 你这是 朋友们第一节课记住了 吃早点的课 第一节课就吃早点 第二节课要吃的话就凉了 真明白 第一节课吃早点你得会吃 吃早点的就吃呗 吃呗 早上起来比如说吧 上课你买个大煎饼 对 买大煎饼老师讲课的 你拿这个煎饼在这 咔嚓咔嚓咔嚓 你在这吃像话吗 就吃呗那怎么着啊 你得会吃 那怎么办 就早 早上起来 买一个煎饼 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 这煎饼 这个东西 要藏在这个课桌下 噎进来 就是盯着老师 咱这等什么呢 等机会 等机会 你看什么时候老师扭过脸得黑板上写字的时候 呃呃呃 哎呦 华 好家伙 嚼一嚼 愣咽 不能脚一脚被老师发现了 大家想来真明美 定了 嗯 吃啊 吃啊 老师要晃了他一下 吃啊都是 他又急死我了 你还歇不歇了你 你还歇不歇人家煎饼都凉了都 跟老师急痒了这是 都凉了都 别生气 我跟你说你上课的时候你别看我 就是偷吃东西 我还受过老师的表扬呢 吃东西还表扬你 那当然了 嗯 老是表扬 我跟你说在课堂上老师发现你偷吃东西 嗯 一点面子不给你留 那肯定的呀 当了全班所有同学的面 他点你名字 嗯 嗯 那时候就叫 孔德水 稍微等一会 孔德水 这是谁 就是毕人 孔德水 那个时候没说像呢 就是没有义名 哎呦这名字 本名就孔德水嘛 孔德水 岳东岗 张立民 听的都跟电弓似的 你们叫叫义名 叫义名 叫义名 孔俞龙 啊 张九来 呦 站起来 这里还有我呢 太不像话了 怎么了呢 尤其你 尤其你 张九来 哦 我 早上起来上课你吃早点 你看见了 上课你吃早点 嗯 你吃你又吃了你跟人家孔云龙学一学 我都吃早点了 我还跟他学我 你看人家孔云龙 人家早上起来吃早点 人家很给老师面子 他吃什么 人家吃了一个煎饼 你都看见了 你看看你 你早上起来吃早点 你吃的是什么 我吃的是 火锅 你还给自个儿点一个铜锅 还是手切的羊肉 那羊是不是你带来的呀 哇 这班里面我献杀羊我吃我锅我 就比较鲜嘛 我的妈呀我这是上学去的吗我 朋友们上上学的时候一上课 有了很多的同学刻意的把这个书本落得很高 对 天真的以为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不被老师发现 把自己藏起来 但是大了之后才明白 现实就是现实 童真就是童真的 不一样 不一样啊 谁不是一身荆棘负重前行 对 但是我们要学会打败摩托挑战下李勇往之前 对生活得有信心 不能被这些个困难所打倒 上学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呢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您说 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进学校都有一个雕塑 然后一个小女孩这首拿一本书这首举了一个和平歌 有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放飞梦想放飞希望啊 朋友们你看人家理解的多好 理解的为什么人家学习好人家理解的没有问题 是啊 我学习成绩为什么不好是因为我当时我理解错误了 你以为是 读书 顶个鸟用 去 你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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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是